小万利显然对典故的熟悉程度 不如他的张老师 但他也不示弱 说 郑德嘉靖两次外戚风厥均有世息 先生可知道吗 那意思是说 你有根据 我也有根据 张居正一听 又开始哄论和说教了 他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说了一大堆滔滔不绝的道理 总的意思是 太祖皇帝规定的 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位 后来的做法虽然有很多既成事实 但实际上都不合乎我大明朝封赏的规矩 小万利听他从太祖皇帝说起长篇大论 听了一会儿就糊涂了 他知道说理说不过张老师 所以把最后的撒手锏扔了出来 凭什么李承良可以世息 我皇帝的老丈人却不可以啊 张居正一听这话就火了 说李承良是什么人呢 我大明的半壁江山都靠李承良这样的人守着呢 封爵的本意就是为了奖励贤能的 李承良这样的人不封 你封谁啊 你家老丈人没有为国家立下半分功劳 但不是也疯了吗 不过就是少了一个世息 况且这也是由祖宗规定的 你干嘛要交这个劲呢 小万利听了这通道理也火了 道理上他说不过张居正 最后只好怒气冲冲地问 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 张居正听了这话突然不说话了 死死地盯着坐在龙椅上的小万利 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 不错 在我眼里 你家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承良这个总兵官重要 小万利看张居正不说话 自己也不说话 他俩不说话 旁边谁也不敢说话 两个人就大眼瞪着小眼地看了半天 最后张居正就是没有给王伟的爵位上加世息 小万利最终像一只斗败的小公鸡 拈下去了 如果说前面的筑钱 还是小万利因为实际需要而与张居正争执 后面的风诀就有点蓄意找茬的味道了 那么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敬爱的张老师找茬呢 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 小万利的心理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奇特情节 在小万利成长的烦恼中 张居正又会面临怎样的烦恼 这些烦恼又会给张居正带来怎样不可预料的后果呢 还是在万利六年 也就是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亲的时候 等张居正赶回老家湖北荆州之后 他在老家铺开架时给老父亲下葬 而小万利和李太后在北京城桥首以待 就盼着这位张首府张先生能早点回来 所以在张居正安葬父亲的期间 小万利一连发了三道诏书 问安葬情况怎么样 问安葬的事结束了没有 问安葬结束了 你张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回京啊 总之那意思很明确 就像那句歌词写的一样 你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 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 也感到了无上的光荣 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 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昭亭 以资纪念 建成之后 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 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水 他说 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 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 可过不了多少年 等时局变化形势变了 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 也就是谁还管他是不是三兆亭呢 他终将只不过是无礼铺 一个迎来送往 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 说罢 张居正拂笑而去 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 面面相去地愣在当场 我们不禁想知道 万历六年 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 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 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 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 更准确一点说 这应该是一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 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 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 在他可以权倾天下 无所不能的时候 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 我觉得这就是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们以前提到过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 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 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 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 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 根据形式 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 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 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 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 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这里不用多说 第二个 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多情的勇气和决心 或者说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 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 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 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 多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 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 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刚常的根本 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 思想信念为敌 继而发展成为与天下师大夫阶层为敌 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 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第三个方面 我以为要算他以权项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时代 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 你看历史所有的智氏圣氏 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 不论是文景之志 贞观之志 还是开源盛世 康乾盛世 只要是智氏 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智氏 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 也整不出一个智氏来 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项权 本质上还是完全受流禅的皇权控制着的 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一个昏庸的皇权 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没辙 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 就是张居正的时代 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 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 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 他的项权不像诸葛亮那样 绝对服从于皇权 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 并适度钳制的策略 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的推行 使得张居正在世的时候 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四个方面 那就是要说到张居正对前治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 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 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 也位高震主了 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获的根本原因 比如明代《定灵诸略理》这本书就这样评说 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 将来必将因此而得获 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 对张居正用项权来钳制皇权 甚至多少有点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 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 当局者迷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 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 高位不可久窃 大权不可久居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赌掌大权久了 虽然风光得很 但高处不胜寒 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 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 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 要直到全身而退 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 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 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找亭的时候 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地 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 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 这个拒绝三找亭的时间 实在是太早了些呀 这个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 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 想一条边法还没有施行 清障填母也还未见成效 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 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 怎么就想到了身退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和我们这集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 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奢华 越来越铺张 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以前是 臣意冤重 也就是非常沉稳 可现在却越来越操窃了 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 长定堡大节的遗案中 张居正心中一句 国家利益之上 至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 从上到下 从万历皇帝开始 到手下的亲信布就 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连他自己都未能幸运 他和他手下的亲信 隐藏定堡大节所受的封赏全部割除 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 所以说张居正太操窃了的提法 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提出来的 恰好是张居正这边的人提出来的 再比如说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之后 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之口 他心里也非常生气 甚至是非常反感 但除了个人情绪的原因 张居正更认识到 这种对他个人的非议 极有可能会演变成 对整个万历新政的非议 于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 下令找毁天下书院 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 现在的大学 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当时的书院既有公立的 也有私立的 所以在管理上 并不能做到统一的行政管理 而且就算是公立的书院 因为明代士大夫阶层 崇尚演说与争论 所以也是培养各种 对立意见的沃土 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 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就是流派之争特别激烈 流派也特别多 这都说明明代知识分子 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气 张居正要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 最忌讳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口舌之争 而爱吵架又刚好是明代知识分子 最明显的职业特点 所以张居正为了维护改革思想的统一 也为了封住别人的嘴巴 他开始大规模地关闭书院 私立书院基本上不让开 公立书院的规模也大幅度的缩小 而且是强制性的 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这就为张居正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客观地说 这确实算是文化专制 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的执行者 他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可他接下来为了平息天下世人的议论 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对各思想流派进行打击 甚至为此秘密地杀害了他的同学 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欣尹 这就绝对是标准的文化专制了 何欣尹当年与张居正同年考近时 两个人算是同学 后来张居正考上了何欣尹没有考上 有一次何欣尹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张居正 对于这位已经飞黄腾达的同学 何欣尹上来就挑衅地问 你可知太学之道乎 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何欣尹不谈大学之道 别出心裁来了一个太学之道 张居正少年就特别沉稳 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故弄玄虚的忽悠 所以他根本没有搭理何欣尹 只是略带讽刺地回了何欣尹一句说 你是想飞却飞不起来吧 说完张居正掉头走了 据说何欣尹当时大惊失色 对朋友说你记着将来此人必掌天下的权柄 而将来能杀我的人 也肯定就是张居正这个家伙 我就想了何欣尹只是被张居正讽刺了一下 又何至于推理到几十年后 张居正一定会杀他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 何欣尹知道自己必将是一个思想家 思想家可以没饭吃 但一定得有话说 或者说思想家的嘴巴 首先不是用来吃饭的 而是首先用来说话的 用来批评的 用来议论的 而张居正必将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可以没话说 但一定要有事做 或者说政治家宁肯多做事 而不愿多说话 要是你的说话妨碍了他的做事 那么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让你闭嘴 所以作为动嘴的何欣尹 早晚要死在动手的张居正的手里 这也就是一条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了 连何欣尹在几十年前 就料到张居正掌权后 会对天下动嘴的人下手 那么现在张居正召回天下书院 进行文化专制 也就不是什么极为出人意料的事了 也就是说 他这时候的操怯表现 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突发的 能证明这一点的更有利的证据是 张居正的操怯并不只是 针对下级与改革的反对力量 他甚至对他的主人 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万利和李太后 也是操怯的 对小万利就不用说了 我们上面已经详细分析过 小万利在成长过程中 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来 可以说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的 所谓家长师教育造成的 张居正对小万利有些操怯 那还好说 因为小万利毕竟是他的学生 也是他心目中要着力培养的改革接班人 但李太后绝对要算是他的主人 虽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 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感情上 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张居正总是他儿子手下的一个大臣 他怎么敢对向来强势的李太后也操怯呢 没想到张居正就是有这个胆 有一次张居正最为亲信的边关大将七纪光 飞马奔回北京城 深夜直冲到张府 拿一件棉衣给张居正看 原来七纪光拿来的是边关将士过东穿的棉衣 七纪光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 里头根本没有棉花 全是一些败絮和草絮 比那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呀 张居正指导七纪光为啥为棉衣激动成这样 七纪光是个爱兵如子的人 他打仗从来都是跟士兵共进退 连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 他这么一个疼爱士兵的人 看得士兵过东的棉衣居然是这种次品 他能不生气 能不激动吗 所以张居正当时也很生气 也很激动 但换了别人 生气归生气 激动归激动 这事还不好明目张胆地去查 因为负责军需后勤物资这个肥差的 是李太后的亲爹五亲伯李伟 那可是太后的爹呀 皇帝的老爷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张居正七纪光再有本事 那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呀 你总不能去查皇帝的老爷太后的爹吧 所以我说换了别人 这事没辙 可张居正不一样 他不仅查清了李伟贪污的事实 还把难题直接交给李太后 让李太后自己看着办 李太后当时也是羞愧难当 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 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 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 当面狠骂了一顿 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学天里罚站 罚站完剥夺公职 在家好好待着 别管什么后勤了 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 他并没有护着他爹 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 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 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 他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 而是迫于稳固黄泉 稳固江山的考虑 再加上他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 所以他在糙窃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后来张居正死后 小万利对张居正反攻清算 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 为张居正说情 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 为张居正说半句话 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学里 谁又为他说情来着 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 不是完全没有怨气 也就是说 他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糙怯 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利皇帝开始 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 到万利新政的反对派 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糙窃风格 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有感受到吗 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糙窃 这么极端呢